我真的有收到一些很感動的思訊 然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Kissing in my heart I wanna be with you 我有一個問題就是你們平常會關機嗎? 因為我是一個很喜歡讓電腦休眠的人 或是關機的人 然後但是就是之前有人跟我說就是 常常讓電腦開開關關電腦會壞掉 然後我就想說好那我 偶爾關一下好了 小孩子在關 所以是真的嗎? 不會容易壞掉 電腦的非必要者也沒在關了 還是要問問看阿泰 好好好我問問看他好了 感覺他比較知道 因為我是那種就是我離開 就是我決定我離開我的電腦桌這邊 我就會讓他休眠 或是直接關機 因為我就覺得要有一個隔絕 不然我會覺得我會很想用電腦 因為我沙發就在旁邊 我不想要坐在沙發的同時 就是想著電腦 這樣就很花心 所以我會把他關機 所以我會把他關機 不會休眠要不然就直接關 現在開機很快 可是休眠不是也累關機嗎? 好開心喔 累關機 累關機 如果不照耗電放著就好 不用關機 我是沒有在乎耗電 只是就是覺得要有個區別 區隔 就是關機代表是真正的休息 就是我的自己的一個儀式感 關機就代表你真正的 從電腦的世界 回到現實的世界這樣 一個儀式感 我自己規定 所以關於我自己的法律 聽說長關機是會有問題 你知道我想說什麼嗎? 嗯 長關機會有問題的話就 Kiss me my heart I wanna be with you 哈哈 我這法律 有嗎? 就我這樣很像老師嗎? 如果我是老師 我應該是個很嚴格的老師 是 同學請你不要再講風話了 同學你去法戰 同學你可以閉嘴的嗎? 呵呵呵呵 有這樣的老師不睡覺屁 同學早吧請大家先自喜 因為老師醒不來 呵呵呵呵 而且老師最喜歡 最喜歡講的一句話是 到底是誰在講話這麼愛講 來上來給你講啊 然後大家又不講話 他說等一下不要等我轉過去的時候 又在講 然後轉過去的時候又在 嘖 誰在講話站起來 你站起來只要下一個講話 可以坐下 結果轉頭發現全班的起立 呵呵 我覺得你們這班實在是太難叫了 我決定 我們先下課 回去辦公室 開始刷手遊 老師老師我有問題等一下 先讓我打完這一張 呵呵呵呵 為了大家的著想 你們 上課的時候不要給我偷吃東西 我這邊先沒收 好 飯欸 然後自己一直吃 呵呵呵呵 狂吃 真好吃 感謝02 的一級訂閱 耶 YES 我們這裡宣寶幫你成功的騙到一個人進來了 YES 你走不了了 還想走啊 去年11月掉到之後就落到坑 就是無形的嗎你們 就是 困在我這 欸 我被你們困住啊 困住啊 整個困住啊 你們又能怎樣 我記得有一次就是你們記得 就是有 之前有一段時間 Seven有出那個Goliva的那個 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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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巧 對可可 對 天啊 謝謝0823 救了我 你們不會幫我回答一下喔 然後 然後 那時候呢 就是在我 我前面一位客人 他就說他一杯可可 然後他自己講的也沒有很清楚 然後 那個店員就做了一杯Goliva的 巧克力可可給他 然後他就說 我不是點這個耶 我是要點一般的巧克力牛奶 然後他就已經做好了嘛 然後他就在想那一杯要怎麼辦 然後那時候他那個一杯好像120吧 還是 還是100多 我忘記了 反正那個賣的就是不知道在貴什麼貴 但是蠻好喝的 然後後來就是 他做完那個巧克力牛奶 就是給我前面的那個客人之後 然後我就說 因為我本來也要買巧克力牛奶 但是我看他已經做好 然後他也不知道就是要怎麼辦 我說那你不然你那一杯給我好了 所以我就直接接手了 就是他做錯了那一杯 我想說 這樣好像 比較好 哇 婆婆婆婆 因為 這樣子的話就是 其實就是 是不是店員要自己賠錢啊 對吧 我想說 那我既然都要喝可可 那我試試看不一樣 然後我那天就喝了那個 可可 然後他送我一個 就是Goliva的黑色小 飲料杯的袋子 然後我很喜歡那個飲料杯的袋子 我一直回來去那邊摸 他有一個就是那種 很柔滑的感覺 結果店員其實是想 看 早一杯飲料喝 會嗎 我這也有收一些很感動的 那個 就是思選 然後 然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覺得 每次看到大家的訊息 就是 挺開心的 是覺得有一種就是 回饋感 雖然就是 我沒辦法就是 給大家什麼 但是我 就是我就是開實況 陪大家一起 就是度過你們 不管是 你們覺得無聊的時光 還是 難過的時光 你們至少可以開著 然後 我也可以跟你們說說話 或是你們可以聽我說說話 我覺得這對就是很多人來說 是一個 還不錯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覺得好像自己有 好像自己有幫助到人的感覺吧 然後我今天收到一個訊息 我 我唸出來了 可是我不講名字 但是我真的覺得看完很感動 他說 劉軒你好 我是偶然看到你跟菜哥約會那集 認識你的 後來又看你和菜哥直播那集 點開了你的頻道 要感謝菜哥其實 平常也不是粉絲 但看著看著就想要留言給你 你給我的感覺很隨遇而安 一種命運帶我去拿 我就會在那落地生根的感覺 是讓人家感到安心舒適的 沒有跟你互動 但知覺你是可為自己和旁人認真思考的孩子 儘管外界多吵雜 你總是能聽見心裡的聲音 這樣的特質很棒 我很期待可以 我很期待你可以一直保佑自己純真的自我 也不知道我還有沒有機會回來這裡留言 也許過沒多久你就會忘記來留言這件事情了 如果你願意回訊息給我的話 提醒 記得提醒我一下 但沒有關係 盡這一切美好 我覺得很感動欸 就是 看到會覺得 就是有一種就是你平常就是在努力的 就是可能一個你很不起眼的努力 然後你被看到了 的感覺 就是因為我從來沒有覺得 就是一定要別人肯定我 我一直都在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那我在做我想要做的事情之中呢 我也不要求大家有什麼回饋給我 我只是覺得說我想要堅持就是我自己的 一個原本的初心就是 開實況這個事情是一個初心 然後我也一直在努力著 然後 我很希望就是跟大家一起成長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一個讓我覺得很 很快樂的事情 所以有種就是看了大家 長大的感覺 雖然 你們可能有些也比我老 但是 四年前的你們跟 四年後的你們 我真的有看到 就是你們 老觀眾的一些改變 然後我覺得大家都一起變好了 那個感覺很 很感動吧 但是我覺得不管是 你新加入就是我台的朋友 還是就是你原本就在 或是你就是 舊集的 就是生元老 就是大家都蠻和樂融融的 這是我一個 可能是最希望看到 然後也是 我很驕傲的一點吧 就是我 我其實在 每次在聊到我的實況的時候 我都非常 因 因我的觀眾為傲 就是我覺得 大家都很 很 很亂心 對 非常意義為傲 你們讓我很驕傲 然後我有今天這些成果 都是 都是我們大家一起努力來的